另外来聚焦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9月中旬即将要出访美国 传出团队正在评估 侯友宜是否要在出访前提前开始请假 专心拼选战 不过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原先规划要二路访美跟出访东南亚 但评估9月10月国内选战打得火热 因此决定取消出访的安排 还计划要到中南部Long Stay 喂 你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给阿公阿嬷 跟他们说一声祖父母节快乐 您没听错这真的是柯文哲本人 祖父母节这天透过LINE官方账号 惊喜传送语音讯息 搭配先前推广的壮世代政策 提出这个壮世代 它如果回到社会 回到这个工职场 不过今要抢工长辈票 柯正营规划9月开始陆续公布政策亮点 包含能源 高龄化 经济等 要和参选人们正面交锋 主动出招 但原先柯文哲考虑再度访美 并且要走访东南亚 但新加坡方面告知 必须等到9月中大选结束 忧心届时选情激烈风险太大 因此最后评估都不出访 要专注国内战场 21天的美国行程 比起赖金的副总统前阵子 被降格 蜻蜓点水式而过境外交来说 是深入了非常的多 不过我们的态度呢 当然还是never say never 侯友宜 至于侯友宜起步早晚 中月14才敲定访美8天 就怕待职参选成为阻碍 传出团队正评估 侯市长是否要在访美之前 走提前请假 全力冲刺 我会按照规定来办理 何时告假战步松口 侯友宜下一步 先访美补修外交学分 客文哲则要到中南部long stay 打破浊水系魔咒 记者新北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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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来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 outright 谢谢观看